主持人教導台下民眾做暖身運動 第七十七屆世界衛生大會27號登場 從2018年開始開醫前一天 WHO在日內瓦三角異廣場 舉辦Water Toe劍走活動 每年都有數百人共襄盛舉 市委秘書長譚德塞先生支持 NBA胡人隊退役球星Paul Gassel也現身獲獎 由於台灣已連續八年未獲WHA邀請 民視新聞實際上前訪問譚德塞 直球對決 我們之後再做一件事 我們有工作要做 沒有壓力 我們可以做嗎 聲聲沒有受到任何壓力 強調WHA開醫期間會討論台灣議題 至於台灣民間團體集聚一堂 穿著顯眼的螢光披風 身上貼著WHO cares about台灣的雙關語 還有來自美國的學生團體 一同為台灣發聲 加一就是195 加台灣就是195 首謀要成為第195國 我們一直期待這個數字會發生 我認識台灣的健康系統 是在美國的健康系統做很多不同的事 我們有在學習到這一點 我認為我們可以在WHO的國家 會更好 台灣可以幫助 救援 世衛行動團 立委指導團也現身建組活動 一路舉著台灣Can Help的布條高喊口號 如果有機會碰到譚德塞的話 我想我們大家都很清楚 也希望他能夠了解台灣是一個世界的優等生 WHA開醫在即 來自政府民間的各路團體不移立的聲援 就是希望台灣能夠早日重返WHO 民視新聞 民視新聞台語